N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緬甸人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還是阿拉伯天梯地圖 我們先來看一下緬甸人選的文明 緬甸人是有免費的伐木技術 他的軍事單位是有強大的飛鏢騎兵 團隊來說緬甸人是非常強大的存在 但單槍來說他也並不弱 他比較弱的只有工兵文明 工兵的路線比較弱 他的工兵的護甲只有一反而已 所以如果真的打工兵路線的話 到後期是很有可能會打輸的 所以大部分時候緬甸人還是會打這個寶兵路線 做一個選擇 但比較不太容易打輸之外 而且也比較強勢一點 再來我們來看波蘭 波蘭的話這個文明是 應該算是取肉最多的文明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是因為他這個大莊園 可以在旁邊撒農田 撒農田的話農田一建造好 就立刻收集10%的食物 這個概念就好像是 你去上班領薪水 你一上班就直接給你一成的薪水 這樣聰不聰?超聰的 那個斯拉夫是10%的效率喔 這代表是說什麼呢 你可能上班上個月 他只給你10%的一成的薪水 多一成的薪水那種感覺 立即給跟慢慢給你 這個效果感覺是差很多 而且是在這種即時戰略遊戲上 即時獲得的資源是非常好用的 你可以馬上暴斃喔 或是潘科技喔 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波蘭 一直是我心目的那種 補肉最快的文明 那最近他有被下修了 本來是10% 現在變8% 所以斯拉夫來說 他的彩肉的一個速度 感覺是有點追上波蘭的感覺 但我覺得波蘭即時8% 也是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波蘭他這個下修幅度 雖然不多 但是也算是有點 平衡一下這個強度 不然波蘭之前真的太強了 那波蘭最大的特色 還是這個貴族特權騎士 還有他的金冠 烈克提斯遺產 這個遺產可以讓他的大落馬 有這個践踏效果 所以波蘭到後期 沒有黃劍的殘局時候 這個肉麻的傷害能力 是非常強大的 基本上打垃圾兵戰 是不會輸到哪去 即使遇到疾兵 也頂多是個4 不要說4-6卡 我們講3-7卡 至少不會是完全被壓制的狀況 至少還可以反擊一下疾兵的部分 那主要他這個 到後面 農田去燒的能力實在太強了 所以你只要被這個践踏效果 加上普通攻擊 我記得好像只要3刀還4刀吧 就可以砍死一隻村民了 反正這個傷害是非常誇張 而且是有擴散效果 所以打那種一排伐木村民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哇這個踩過去毀天滅地 所以波蘭這個文明 我覺得還算是蠻強的 但是要玩得強也是蠻不容易的 因為他的這個防守農體 是蠻困難的 那為什麼會困難呢 是因為他大中原 真的很大一個 大家看看這個大中原 戰地是一個九宮格 旁邊可以撒農田這樣子 那通常你的 這旁邊撒農田的話 就意味著你的村民 離TC越遠 離TC越遠的話 就代表說你收村的時候 要走更長一段路 那一段路通常會讓你的村民 附入在更大的風險之中 那比較常見的是喔 用這個 箭塔 或者是直接把家裡圍死 去防守這個大中原 所以基本上大中原這個東西 不太會 不太會蓋在外面喔 通常已經是蓋在裡面安全的位置了 聽起來很理所當然 但是有些玩家 會覺得很無所謂 就沒關係去蓋在TC前面 那我們之前的影片 就有幾場團戰喔 就有波蘭的玩家 直接把大中原蓋在TC正門口 然後結果直接被壓住了 被工兵踩著這個農田喔 這個大中原完全不能踩肉 然後最後爆開喔 這種案例實在太多了 所以你玩波蘭的話 一定要把這個大中原 擺這個TC後方 當作一個安全的地區 做採集資源動作 不然真的經濟會差距蠻大的 好 那這邊講著講著 就上到了封建時代喔 兩邊都上到封建 那應該都是打一個肉碼開 結果緬甸這邊 居然是打工兵開啊 哇這工兵開還蠻特別的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 緬甸這個文明打工兵 是比較弱一點的 基本上沒有什麼工兵護甲 波蘭這邊的話 通常洛瑪開局還是G多 但我的打法比較偏向是 波蘭小工開 我的打法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我覺得我比較會玩小工 玩伺候我可能沒那麼厲害 每個人的 擅長的兵種可能不太一樣 但我是比較擅長小工的人 馬的話我就沒空這麼好 好 波蘭這邊是選擇的洛瑪開 洛瑪開的話也比較符合它這個文明的特色 彩肉 肉多多 那你們看這裡有個細節喔 它這邊是優先點一級農田 而不是點一級伐木啊 這個是蠻多波蘭的頂尖玩家 會選擇先點一級農 而不是一級木 這會算是小小的細節 但是大家還是參考一下就好了 我還是比較推薦先點一級木 因為這個你有時候先點一級農 等一級木就忘記了 這是蠻有可能的 那我覺得一級木還是比較重要啦 因為這個木頭採集量真的是 這個遊戲的命脈 你沒有木頭 基本上你連農田都蓋不起 你就沒有肉了 所以木頭我覺得還是重要一些 好 那這邊肉馬一出來 先這邊稍微觀察一下地形 看看有沒有前置建築啊 或是打一個棒棒繞背的一個打法 那這邊探查幾乎是沒有看到任何東西 那緬田這邊是打一個工兵開局 那他的剛剛刺猴應該是有觀察到對手是工兵開 所以這邊應該是想要找一個工兵出門的時間點 因為這邊有下射箭場 那就很明顯他知道對方是工兵開 這邊要轉一些毛兵出來防守 那波蘭的前期打法還算是比較 中規中矩 並沒有太亮眼的地方 他的強大之處 真的是在城堡時代的中後期 甚至地處的時候 才會比較大的一個成果會出現 在那之前 波蘭的一個打法都算是蠻平庸的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強勢之處 那這邊三隻刺頭看到前方有一隻長槍兵 再來做巡邏 這邊工兵囤了很多喔 六隻工兵 但他很陰險喔 他沒有放出來 所以這邊波蘭斯並不知道他到底按了多少 他不知道是按了一隻還是十隻喔 那波蘭這邊為了保險起見喔 要繼續按這個毛病喔 那如果按的毛病太少 很有可能對方囤個十隻工兵一出來 直接爆炸 你的毛病完全守不住喔 還會有可能被射一個破洞進去 被燒得到驚喜 所以這邊 但是如果對方騙他的話 只按一隻工兵藏在裡面 然後結果自己的毛病又按太多 然後導致這以上封建 上城堡時代慢了 然後潘科技 潘志經濟也慢了一些 會導致波蘭這邊會更落後 所以這裡有點心理博弈的成分在喔 你要去賭他 到底裡面是放一隻 還是要賭他裡面是放十隻 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這邊他一直在看 一直在看這個試驗場到底有沒有出門 這個伺候其實不太敢離開 他覺得一離開他可能工兵就出發了 結果裡面是十隻 結果看到裡面只有長一隻的話 他的毛病就不用繼續按了 他現在其實已經沒按了 這樣就其實蠻危險的 這樣就其實蠻危險的 那這邊可能會直接長到十隻直接出發喔 那這位明亥選手 我用日輪念喔 明亥 明亥選手 他也是蠻頂見的喔 他分數也是 我記得有2600了吧 2600還2500 也是跟Viper幾乎是同等級的玩家 好 這邊長到十隻了 不能再長了喔 這個再長下去 再演就 就演得不像囉 哈哈 這邊沒有空好 上PC 還沒有收穿 好 這邊還有一個金礦 點下城堡Stand 好 那明亥這邊 我可能是打算 點城堡之後 點完奴賓升級好之後再出門 然後再點這個二級獅子喔 直接射爆對手 現在連一級的時候還沒有點 他待會會再補一下這個射擊 防禦也不知道會不會點 因為他的弓兵護甲只有1點 應該也是會點喔 畢竟這個弓兵護甲 是可以讓這個飛鏢騎兵吃到 如果他後期還是要打飛鏢騎兵的話 這是不可或缺的一個能力 波蘭這邊也點下城堡時代升級 時代差距大概是1分鐘喔 那還好波蘭這邊曼斯並沒有按太多毛病喔 所以他也沒有拖到非常晚 如果他這邊跟他一樣按到十隻毛病的話 城堡時代時間可能還會再晚個1分鐘左右 這會晚的非常誇張 那這邊其實打的還算是蠻保險的 並沒有按太多毛病 然後這邊開始刺頭給壓力喔 但弓兵這邊就悄悄出門了 既然我已經知道你的單位都在這邊的話 那我這邊主力就要開始正面突襲了 好 這個相當心機的啊 這個戰術 我們先稍微加速 看一下這個弓兵能不能打到東西 不然這邊早就挖好石頭 箭塔已經按下去了 OK 直接生奴兵 但這邊已經上了大石牆跟房子 然後蓋箭塔 結果直接被射爆兩村 結果斑斑石最終還是被拖到村民了 好 這邊看到對方是出弓兵錄像 馬上點下戰毛病的升級 那2級射也點下了 打得非常的非常的穩定 但這邊忽然打一個超級農欸 哇 打一個超大石牆開農 石牆開農大中原 好 只留一個城門 非常的狠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大中原一定要蓋在裡面 它這邊就是蓋的非常的標準 所以它蓋的蠻棒的 那我覺得這邊房子大概可以低一下 然後這邊再補一個大中原 這個中間地帶 可能可以再撒一片 希望有點窄 這個TC我覺得位置蓋的也不是很好 但沒有辦法 它沒有把這個防護場滴掉 如果滴掉的話這邊就有空間 可以去撒新的大中原農田 那目前破爛的打法 比較像是要開這個 貴族特權的科技出來 要讓這個騎士的造價 可以省下60%的黃金 第一隻騎士只要30黃金 甚至比這個弓兵還要便宜 所以它這邊挖石頭的人有點偏多 7個人 這邊稍微控一下 這邊騎士第一時間被集火收掉 那這邊工兵很努力在打騎士 看這邊毛兵 很努力在自由開火 收掉的弩兵速度非常快速 OK 這波斑蘭斯解的非常漂亮 只用少量騎士 加三戰毛兵 就解掉對方阻力了 那第二波兵力一出來 還有一段時間需要成型 所以現在迷害 迷害 今天已經叫迷害 迷害這邊的話就只能 再繼續農一波兵 那這邊石頭還是要趕快去挖 因為我們一直說 這個寶兵 還是它真正的主力 那我覺得它地跟城堡 可能會直接插在TC這個位置 這個高地 可以直接守這個TC 這也算是一個門面的地方 就會插這個位置其實還不錯 出兵到對手架其實也蠻快 但如果波蘭斯移走這個戰毛兵路線的話 其實緬甸人會有點危險 會蠻害怕的 畢竟緬甸人這個弓兵 怕劍死 是城堡斯還是很怕的 利用斯大有這個安息人戰術才沒那麼怕 這邊 用戰毛收掉一村 其實蠻賺的 雖然沒有彈道學 但還賺到一村 好 那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城堡 我們要把蓋下去 還差一百石頭 看要不要買的 直接買一百石頭 蓋一座城堡 欸結果是波蘭直接前壓城堡 自己城堡反而敏壓下去 想要可能不想要買 又買的方式 因為買石頭其實蠻貴的 好這邊已經要被迫買一百石頭了 好了買了一百石頭 直接蓋城堡下去 兩邊直接對保 果然是蓋這個位置 好破蘭這邊的騎士數量 開始有點慢慢多了 起來有隻 但是緬甸人這邊的騎士數量也是蠻多的 那這邊想要佔毛兵 第一時間去打對方的生旅 去助對方遭上自己騎士的動作 戰寶幣也是努力的去抵抗對手的村民 蓋城堡 好城堡雖然蓋起來了 那兩邊可能會有點危險 好生旅直接被擊倒了一隻 兩隻生命躲了TC 雖然城堡都蓋好了 那第一時間喔 兩邊都是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按自暴兵 現在就是自暴兵大戰 誰能按的最多自暴兵 誰就贏了 結果這邊是選擇貴族特權 貴族特權先點 然後補下了馬舅跟BK 這邊看起來是想要衝車直接來解決 結果這邊直接被打爆 這邊騎士能抓掉嗎 好 那破爛班斯這邊待會可能要補下一攻了 攻擊一再補下傷害 這也是不錯的 那自暴兵已經開始在炸了 這個距離非常近喔 一出來就可以直接開炸 這邊他打算是想要削減一下對方的城堡血量 好這邊補一個死想窄口 然後把中間堵起來 想要讓對方自暴兵喔 沒有這麼好招到自己的城堡 蓋起來嗎 好像有一條了 有喔 55% 大火方衝車來了 那這個城堡能守住嗎 好騎士出來砍個一波衝車 解掉 Nice OK 衝車後面也在做生產 騎士直接到後方做抓生理的動作 但是沒有點這個跟蹤技術的關係跑得很慢 跑到生理面前已經被招響掉了一隻 好那目前兩邊都是把騎士藏在城堡裡喔 所以衝車一過來可能還是會被砍爆 雖然這裡有城堡的傷害 但是這個騎士打衝車速度還是太快了 下方勝率想要招惡一波 是被砍死來不及招響 衝車又被再解給一台 哇有點虧阿 被解了三台衝車 兩百多黃金 好那波蘭這邊貴族側選好了 開始可以爆騎士了 那現在騎士問題不是黃金喔 而是要花多少的肉才可以去按出更多的騎士了 那這邊直接做個買賣 買了一百木頭跟 買了一百十五跟兩百木頭 所以蠻奇怪的 是為了暗衝車嗎 怎麼會買這麼多木頭呢 其實有點看不太懂這一波操作 那這樣子買賣讓自己經濟更慘 雖然黃金可以完全消耗掉 好這邊是選擇開一個新的大中原 然後繼續撒農田 好終點下了跟蹤技術 跑速有點下了 結果跑速的話還是比較好打一點 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波蘭這一波潛亞 基本上是宣告失敗 那飛鏢騎兵一出來之後 他的騎士也很難康克對手 因為飛鏢騎兵打騎士我們之前講過 是攻擊效果非常好的 比較好抵抗的還是出這個奴兵喔 或者是戰毛兵 奴炮駝車都可以 前提士打得到就可以 哇這波騎士直接抓到非常多村民啊 哇六村 算了算了 好緬甸點下蛋倒雪啦 蛋倒雪點下應該只是要來強化一下這個 城堡的一個準度喔 這個城堡真的是蓋的架子蠻好的 好那班蘭斯這邊的雙線打得很漂亮 左右兩邊都有騎士在做騷擾 那左邊這邊可能會比較難打一點 所以不要騎士在追這個組隊了 好騎士直接在TC下開砍這些村民 其實打到的村民還是蠻多村的喔 村民宿稍微被拉近一些些 本來是米亥這邊喔 稍微領先村民喔 那現在村民兩邊都是103 103村 兩邊都是一樣的 那目前我覺得還是 波蘭這邊喔 經濟稍微好一點點喔 感覺上喔 目前這個狀況 好那這邊是點下帝龍師帶的升級 那班蘭斯這邊喔 然後趕快也要點這個地龍師帶 對方都點 好那這邊經濟跟軍事分數其實蠻高喔 領先快1000分喔 好這跟城堡差這個高地其實蠻好的 那我覺得如果待會要再差一根堡的話 其實也可以考慮差這裡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想要差這個位置 雖然位置偏保守一點喔 但可以守到自己大中原 其實這邊大中原是 沒有東西可以守的 你這個飛鏢騎兵 上這個高地 這邊也是沒辦法種田 甚至後方這裡也是 好那波蘭的防守還算是 比較OK的 雖然是流動喔 待會再補下的話 其實左右兩邊喔 都是用這個大石牆圍起來 其實還是蠻安全的 好那這邊利用自己大量騎士喔 一直給對手壓力 讓對手的飛鏢騎兵喔 沒辦法好好的出門做騷擾 只能被迫在家裡防守 這就是比較常見的換家動作 雖然不一定能換到東西喔 但是你只要有大量軍隊喔 在對手家裡亂換喔 即使沒有打到任何東西喔 你只要讓對方的主力沒有進攻你家裡喔 那就是有點小賺的部分 畢竟波蘭的騎士也很便宜喔 真的被換掉其實也沒那麼心痛 就像他對面出兩隻工兵 這邊波蘭就可以出三隻騎士喔 這個CP值來說差很多 好波蘭這邊點一下奴兵的升級喔 那我們之前有講 波蘭其實也算是一個全能的文明喔 雖然他沒有三級遠方喔 但是他有強弩跟拇指環 還有這個劍羽 化學三級射什麼都有 攻畢路線也是算是蠻頂尖的 好飛鏢騎兵這邊集火打傷很高 在這邊騎士血量掉很快 哇你看這個飛鏢騎兵 攻擊力也好像有這個擴散的感覺喔 直接倒了非常多的馬 好別人再吃更多的鑑石 好電王時間一到 果然馬上點下了安息人戰術 安息人戰術讓陪鏢騎兵的生存能力大幅提升 那破爛點下了三級龍跟三級射還有騎士的升級 要打一個攻擊打法 這個是非常吃黃金的一個戰術 那他待會這邊黃金可能要多爆一些喔 那聰明術可能要上至喔 140吋左右 他能支撐他這個土豪式的打法 緬甸也補下了騎兵的鎧甲 跟新騎兵升級 看來要出一點新騎兵去抓一些村民 那主力還是要靠這個飛鏢騎兵做抵抗 會比較好一些 好那破爛這邊轉出了非常多重裝騎士 要來直接升入敵軍了 看來這邊直接被圍好 這邊騎士想串也串不過去 這邊稍微簡直一下 這有騎士進去後方有洞啊 有 這邊下方村民可能要趕快去補下洞 但其實重裝騎士並沒有往左邊走 反而是往下 這邊其實有很多伐木村民 右邊還有一個沒有蓋好的魔法 這邊還是抓到村民了 那破爛這邊如果是轉強弩的話 待會可能還是會先點出輕騎兵的升級 大洛瑪跟這個列克提克遺產 先點一下 讓自己的馬可以再繼續出 出這個大洛瑪 然後跟踐踏效果 喔果然是這樣子 剩這個破爛伊騎兵 大洛瑪還在升級 那待會所有的黃金喔 就可以給強弩了 那自己的肉盾喔 就使用肉麻 就可以了 就不一定要再去出騎士了 所以破爛到後期的一個殘局 沒有黃劍的情況下來說是非常強勢的 打後期來說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緬甸人的話可能會比較尷尬一點 因為他後期能打的東西並不多 就只有這個級兵能打 他的戰毛兵更是沒有護甲 所以很容易會被對方的強弩給射爛 所以我覺得緬甸後期 破到非常非常大後期的時候 沒有黃金獅真的很難打 好果然結果點一下 列克提克 我原來是列克提克 不是列克提斯 列克提克也產一點下了 這樣就有這個擴散效果 緬甸點下了飛鏢騎兵升級 那點下之後攻擊力會再提升兩次喔 那我覺得破爛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還有大衝車可以利用 所以他打這個強弩配大衝車跟肉麻 其實是蠻有壓力的一個組合 然後我這裡不出衝車的原因是 因為最方是飛鏢騎兵 飛鏢騎兵打衝車其實傷害也是蠻高的 很快也是可以解掉衝車的一個打法 所以這裡沒有選擇大衝車 選擇巨頭也是這個原因 所以沒辦法像一般的馬國威名 可以吸這些箭矢傷害 所以這個時候還是選擇一個遠程工程 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破爛這邊已經滿人口200人 那緬甸這邊也是喔 兩邊可能要先來一波交戰了嗎 換一下對方的兵力 那我覺得破爛這邊有點尷尬 這裡三攻還沒有點 所以趕快點下三攻會比較好 好緬甸這邊也是喔 三攻也沒有點 好那飛鏢騎兵升級之後變15攻 直接加三攻的能力 自己防禦也算是門高兵2加3 好這邊稍微嘗試去做正面攻擊的動作 直接去拆人家的城堡 正面用自己的重裝騎士去擋 所以變成飛鏢騎兵 但是這邊巨型頭司機可能還是要被拆掉 那戰毛兵這個高地移輸出 其實打了非常多傷害 但飛鏢騎兵抗箭矢能力真的是有變好 很明顯有變好的感覺 但戰毛一發集火 還是可以秒掉一隻飛鏢 但戰毛的一個共通點 就是這個射速慢 好那第一波波蘭的軍隊直接被打垮 那黃金部分 是留給繼續出動裝騎士嗎 啊他突然發現沒有升三級攻 呵呵 終於發現到了 好波蘭一騎兵點一下了 這樣就見他落馬 我只還你點了 好那波蘭把自己的家裡補下來更多的大思想 但是我覺得他圍的沒有很貪心喔 是我的話就想要這樣圍圍到底 那這邊是圍一個比較突出來的一個感覺 好大洛馬這邊直接要上去貼了嗎 OK你看這個血量跳的其實很快速 所以見他效果打對方的落馬效果是非常十足的 那如果能貼到對方的飛鏢起病的話 這個血量會掉的更誇張 哇直接噴100多滴血 這個見他效果太猛了 好但是波蘭的軍隊也是正面被擊垮 飛鏢起病的擴散效果還是蠻棒的 那這邊緬甸的黃金量開始慢慢變少 但是還有一塊眼睛可以挖 應該還是可以再撐一陣子 那波蘭這邊由於沒有出太多的黃金兵種的關係 所以黃金庫存還是蠻大量的 還有1000多黃金喔 這邊不管是要轉這個戰錘兵還是強弩都可以 那遇到飛鏢起病的情況下 是不可能出這個戰錘兵的 通常也是會直接打重裝騎士 或是直接轉強弩的一個路線 會比較正常一點 或是直接大落馬直接硬貼對手 會更好一些 好大落馬又貼上去了 哇這邊落馬都沒在攻擊 只有走來走去而已 城堡這裡面要修 對方四巨頭 五巨頭 好正面飛鏢起兵 已經突出 第一時間去打 巨型頭司機旁的騎士 直到來突起工程器的騎士之後 再繼續反打 這邊隊員頭司機可能趕快跑了 這邊正面大衛可能會打不贏喔 量上來說有點偏少 好但是這邊大落馬取得了獲勝 繼續往前 哇突然這邊不用黃金兵 就直接把對手壓了回去 太強了突然的後期 這個大落馬反打真的很猛 但是這一場我不知道是誰贏了 所以我也不太好說 說不定後期緬甸可以靠自己的大落馬 加上自己的飛鏢騎兵 慢慢扭回去 也有可能 畢竟自己的攻城器現在還是挺完好的 還有四台 好這邊看到巨型頭司機的位置 把所有的兵往後拉 好正面這邊要來直接強插城堡 這個城堡被對手蓋起來真的會很虧喔 好那這邊已經取消城堡建造了 因為後面有巨型頭司機在開閘 所以很容易會被閘爆 好正面城堡蓋不起來 直接用大落馬把對手淹了回去 這個沒砍一刀 他就會爆一次醒 後面大落馬直接踐踏後面的村民 村民樹掉得非常快速 村民樹只剩下93村了 包含前面蓋城堡的村民 也是讓他損失慘重 平坦這邊經濟已經突然被拖垮了 這邊要再去爆出經濟來的話 需要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可能需要靠一下這個級兵 出來擋一下 可以對方落馬實在太猛了 這個垃圾兵大戰 他有特殊能力的效果 就是特別猛 好 這邊再做一個包夾 後方守住了 鏡頭刺激 還有四台全投下來 這裡則是補下一棟城堡 哇這根城堡補起來了 這裡正面就不太好打了 感覺波蘭的一個 防守能力 就上了一個檔次了 基本上波蘭要短時間內被擊破是不可能 反而是緬甸這裡 隨時都有可能 被壓垮最後跟稻草 因為緬甸的黃金已經歸零囉 雖然這裡可以挖黃金 但黃金也剩700 好 但是波蘭還是依舊沒花多少金礦 繼續用大洛馬欺負對手 太扛了太扛了 突然後期 這個大洛馬 太扛了 完全不用出其他單位 洛馬就是瘋狂我上貼 進行輸出 我真的送掉也沒差 我取洛馬非常快速 78片田 那正常來說你要打這麼多肉馬的話 至少到80幾片田會比較好 但78片田跟80片田其實也沒什麼兩樣 農田也是按得滿極限的 好 緬甸這邊的黃金樹非常的低 黃金只剩下100多 不然這邊還有2000黃金 那這邊也沒有打算打強奴嗎 還是他打算就只用肉馬淹死對手就好 看起來是這樣 或是他在等對方轉這些長強兵之後 自己再轉戰矛或是強奴出去跟對手打 也有這個套路的 不然這邊多線看起來滿成功的 雖然這邊有長強兵在防守 但你看這長強兵的血量也是掉得很快 這個感覺真的很像在看這個八蛋提升騎兵打步兵的感覺 哇這個傷害真的很誇張 到處踩爛 村民處只剩100村 雖然右邊這邊的馬糾化被解掉了 看正面巨型頭司機架起來 五台巨頭 直接開拆 這邊大吉兵補下 但是支援完全見底 支援護城每個都不剩500 只剩下700多石頭 這邊可能也比較休了 不休了 送掉 這邊送掉的話直接拿下兩個農田 這邊貼心也有危險 我靠 突然怎麼還打一個火炮塔 你有這麼多資源可以打完火炮塔嗎 他是不是不知道要點什麼 他點這個東西的 他也沒事都可以蓋啦 奇怪了他怎麼會點這個火炮塔 然後這時候點一級 一級絕晶跟一級 哇斯 笑死 我沒有 換沒有礦了才開始在點 突然想到要盤科技啊 普蘭 哇 後來現在就是單純的大洛馬 瘋狂亂串 好 這時候這邊有很多村民 看到大洛馬過來 只能 逃串 趕快跑啊 好 這波羅馬進來 會抓到非常多的村民喔 因為城堡跟PC能容量的人 就只有那些喔 再多就 來不及收村了 好 中間這邊也是 土蘆進去 先不要騎兵做一個反打 這邊也是有一隻大洛馬在拖砍 好 太狠了 好 拖到家裡城堡下 想要藉著城堡的火力喔 就把這個騎兵解掉 雖然家裡解光了所有的大洛馬 但自己經濟也是不堪負重喔 只剩75村而已喔 經濟基本上直接被大洛馬鬧到一個不行 直接爆開 緬甸人打出了 GG 稍微看一下經濟喔 哇 這個波蘭的肉量太狂了 木頭贏對手 食物也是贏對手 而且食物贏了整整 一萬八千啊 哇 一萬八真的是蠻誇張的 一萬八的洛馬量大概是 多了兩百多洛馬吧 兩百多隻肉馬 好像是這樣子 這兩百多隻肉馬做到事情 真是非同小可 砍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雖然黃金樹 緬甸這裡是多一點點喔 但波蘭這邊實在太省黃金了 最後連牆子都沒出喔 那也沒有轉這個 重型衝撤喔 去做進攻的動作 所以到了後期喔 他還是蠻有餘力的喔 去做抵抗的 那緬甸反正是被大洛馬 串到一個不行喔 到處都被洛馬攻擊 導致這些村民喔一直拉不起來 經濟越來越慘喔 也只能打出個聚集喔 那這就是我說的喔 波蘭到後期的殘局時間喔 他的這個大洛馬是很難抵抗住的 你終究只能用急兵去解喔 那你用去急兵去解的時候 也有可能喔 被一大堆的大洛馬包圍起來 你的急兵還是有可能會打輸的 這就是波蘭後期的一個強悍的地方喔 是非常難慘的 那單跳的時候是要特別注意喔 千萬不要跟波蘭打到非常大後期 這就是難解肢體喔 就會像緬甸這樣子喔 四速奔波 最後還是要抵打GG喔 這個是超難打的一個戰術 你只要自己親身體驗過 就知道這個波蘭肉馬 非常的利欲喔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喔 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要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